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看 像现在这个样子啊 白棋呢得到了脚底 但是黑棋的速度比较快 那黑棋呢 走这个 接下来 白棋 最大的一招 白棋也走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全局 放眼全局看一看这个大的地方 这边呢挺大的 挺想下 另外这个呢也是个大厂 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好点 几个都可以选择 实战黑棋是选择了扩张自己 煎冲了一下 煎冲完之后的下一手棋特别有意思 白棋去这里碰了 碰这个棋大家要注意啊 它跟这个小木可不一样 这个的时候我们说碰 什么时候碰都可以 但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碰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有子和这里梅子 这都是天差地别的差别 当你这个走完 比如说你现在碰完了 永远对方也不会跳 这手棋它永远不会走了 当然走这个了呢 它是希望 让你这个地方七行啊 重复 现在来碰黑棋 当然希望黑棋走这个 那黑棋呢就比较缓啊 我可以直接开拆 是吧 搬一下 先手在局部就做活 这个子的效率呢就变低了 实战 黑棋呢是搬了一个 诶 它又脱鲜了 这个也非常有趣 没有在这继续硬 你如果吃 我看我们有些爱好者朋友就喜欢这样下 你的子我就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你吃掉 那我们手搁一下 其实也就是这样嘛 还好啦 你这本来就是你的大本营 是吧 你的正式 你这地方子就多 多让你走几个也没关系 所以黑棋呢也不肯 黑棋实战呢是家出 那么白棋在这继续动手了 其实这个次序啊 其实没有什么必然性啊 可能也就是对局当时的一种心情 但是现在白棋走这个 没有 应该说没有见过 也想不到 这明显被打死了 我们看一下 诶 这个局面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子特别有用 这个子呢 作用一会我们可以看到 很有关系 但是呢 白棋到底涂什么呢 这棋 搬这个 被黑棋这个好棋 这个脚上已经死掉了 静活不了 大家要注意这些千万别去拐 如果你拐掉呢 这个脚已经 杀不掉它了 你搬它可以火 这是著名的小猪嘴了 没棋了 所以这时候先搬这个区别就来了 它只有粘 那你可以跳 它即使冲一个你顶住 它就挡线手 这个局部它也活不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 差别 所以 那白棋走死了 白棋是什么意思呀 在对局的时候 我相信 包括观看的人 应该都不理解 到底在这干嘛 对 这样子呢 这个 直部啊 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可以借用的地方 你比如说 这个是先手的话 有没有可能有棋啊等等 也没看出来 这也很奇怪 它到底干嘛呢 白棋就是棋子 当它搬这个的时候 然后 我们看一下 白棋就是把这个地方 压缩 就让你爬二路 叫个拌 刚才拌完了 这我白棋搬这个 走成这样 白棋继续往前冲 当然它希望你可以 跟着它爬 它就成功了 把你成功的压缩在二路 虽然说脚上我死了 但本来也就是你的 没关系 实战呢 一起有这个好手 这个班是抢手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去彩测说 这个Master没有看到啊 这个应该能够看到的 这是必然的 你走这个我打了一贴 你就死了 杀起杀不过 你走这个也是一样 我打了一贴这边 你也死了 只能火 然后它度过 然后呢 它是还飞了一下 但是从 就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觉得这个棋 白棋这个死了以后 有多便宜 但是这棋很奇怪 又下了一会呢 又觉得好像白棋 也没有亏特别多 把黑棋呢 就是压破它 必须得爬二路 爬这个一二路 混合联络 好像白棋也还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等于白棋就是 它这个碰的语言就是 我相当于我花了一手棋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了一个浅销 这个浅销的成果呢 就是你都从这底下爬过了 而脚地呢 本来就是你的 我本来也不想在这脚地上有什么棋 反而呢 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金蝉脱翘一样 把这个棋了 但它中间它处理好了 嗯 这个有点超出我们现在的这种认知了 感觉上 嗯 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新颖的 但是 从目前来看 其实也没看出来 这个白棋到底得了点什么 你这几个子 到底有什么大的作用 将来会发挥 不好说 走成这样了之后啊 白棋是 白棋是飞着这个 轮到了黑棋 黑棋这个时候呢 从这边来进攻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方向是这样子的 黑棋觉得自己呢 还是在进攻着白棋的 因为白棋这块棋 确实没有眼啊 也很重啊 这个棋 看着很奇怪 然后它实际上是尖冲 就是它好像走的棋都 目前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但是最后走着走着呢 它总归能够发挥出很多很关键的 关键因素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 令人困惑 调一下子很凶 你走那个 不是明显留了一个冲断吗 所以它就把它给冲断了 冲的时候 它先断一下 先冲了这个 考验一下神经 再打 断 看起来黑棋挺凶的 因为这个棋 你如果打吃这个 它一尝 你这吃不掉它 你打这边它一尝 你这个子是被割下了 断 好棋 跳点 这都是好棋 那黑棋肯定很显然 也看出来了白棋的意图了 所以才吃这个 如果没看出来的话 那可能会尝一个 还继续瞄着 我这要冲呢 但是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还是走这个加持 你走这的话 这将来还留着漏的悬点 一充一挡 断一下 先手 定型成了这个样子 就相当于白棋 就先手把自己处理好了 嗯 收益 感觉上可能 至少在现在 我觉得还是谈不上 觉得 黑的好 没有觉得 没有 就是 复杂的感觉 这个地方 就可能需要更高深的理解 我觉得看不出来 白棋有什么好的 嗯 从这儿来 吊 黑棋贴 跳 尝 黑棋应该是觉得自己形式还是不错的 所以 当他尝这个的时候呢 黑棋也没有去跟他顽强 就把这个棋贴起来了 走的比较稳 这木树呢 会稍微差一些 那白棋呢 把这个又跑出来了 嗯 这个跑出来还是挺严厉的 啊 这个地方关键是涉及到你自身的 有一些 气的关系 嗯 但是呢 黑棋也就忍耐了 先手把这个地方呢 定型掉 本来我觉得白棋不怎么样 但是现在这个 把这个吃了 应该说白棋还是得了 把自己走的很厚 走的非常的厚 而且这个地方将来还有个吃 木树也便宜了 感觉上黑棋这个地方走的稍微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 可能有点 孤了 优势心理导致的 吓得 被他这个跑出来这串便宜了 但是之前 到底便宜了多少呢 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 刚才我们看 白棋飞到这的时候 黑棋走这个 在那一个刹那的时候呢 白棋是很薄的 白棋是一块薄棋 而现在经过这一串交换 我们看白棋的木挺多的 这将来一吃住 这块搞不好有15木棋之多 这一来一回 其实是这盘棋真正的差距所在 那这么一下呢 这棋 黑棋就比较困难了 嗯 感觉上这个地方 被白棋把这个跑了是 湿血湿的太多了 好 拖 考验他 这个子现在这儿 拖完之后呢 黑棋也没有马上的去在这儿定型了 他是把中间给吃了 中间这个也很大 也隐约呼应着自己 但接下来的几招棋啊 不是特别的理解了 加了这个之后啊 这个脚上 感觉上还是有点空虚的嘛 并不是完全的 就是 都是他的空了吗 有点不肯 他实战这个下法呢 就是彻底把对方给走后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快棋 当时的一种 呃 妥协 就是 没有太想好 就这么去下了 但是其实 实地还是亏损的挺多的 那黑棋拐吃 白棋可以尝一下 黑棋虽然说得到了这一打 这打的好处是什么呀 大家看 这个可以跟这边呼应起来 就是我这个子 虽然说我没有根据地 但是你来吃我呢 我头都在外边 我这棋也不容易死 呃 也是这样子 道理是这样子 但是局部的这个实地 亏损 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呢 白棋这两个子 因为比较孤单嘛 他就先掉两下 同时呢 也其实也瞄了这边 就是 现在的任何棋的进行啊 都是跟这里有关的 但是白棋啊 也没有说 呃 一定就是要把这个地方 跑出去啊 或者是什么 也没关系 你这个地方 你总共要自己逃 当你自己逃的时候 就觉得 要下单关了 你现在没价值的棋了 那这个实地啊 其实白棋很轻松 白棋的实地呢 就追上来了 紧成这样 这个 鸡 粘住 它粘这个 它先把这个打掉 提掉 再挤 对 就白棋走的都非常的简明 很简单明了 一目了然的 呃 把自己全部走后 然后这棋也没有什么 呃 特别 其他可以再变化的地方了 其就等于 再接下来收收关 这就结束了 所以黑棋这个棋 我觉得 比较严重的失误 还是这一代走的太缓了 导致这个棋就不够了 最后呢 是 白棋0.5目获胜 嗯 今天啊 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啊 是一位韩国棋手 对阵Master的棋 呃 这位韩国棋手呢 叫做尹燦薛 呃 是 也算是韩国的一位 中流砥柱棋手 嗯 也具备一定的实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嗯 手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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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化 小雪崩 之前呢 其实 Master也下出来过啊 这个小雪崩的变化 这盘棋呢 又是同样 这个对手呢 也选择了小雪崩 其实也是想看看啊 试试这个Master的招 嗯 因为蒸子有力的关系呢 这个棋要长一个 如果蒸子不力 那这棋只有虎一个 这是一个定式的变化 大家要知道 实战呢 它是虎了 这个也是呃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套路性质的一个定式 下的人很多 嗯 加 嗯 到这里为止啊 都是 过去也是这样子下的定式 然后接下来呢 黑棋 白棋 在这个地方跳 下的非常多 很多年轻洗手啊 对这种大型的变化呢 乐此不疲的研究啊 这下的很多 但这盘棋呢 有一点不同 这个Master下到这儿之后啊 他没有马上下 很有意思 他现在脱先了 诶 他先在这边挂脚了 没有在局部 马上进行这个 呃 把这个定式给后续再走完 白棋呢走这个 黑棋呢 拆了一个 走的好像挺大局的 白棋再走这个 接下来啊 这几招交换完了 他觉得可以出来了 靠出来 这个才是这个定式的一个 应该说 后续的 交换 我们 在最近这一两年吧 还是比较风靡的 因为呃 在这个 职业棋手的比赛当中啊 先是有一阵子风靡大雪崩 大雪崩真的是风靡了好久 风靡完大雪崩 大家觉得大雪崩好复杂啊 尤其是意外拐 基本上都要搞晕啊 又大雪崩呢又停了 就没怎么下了 然后现在又开始小雪崩 小雪崩呢又把小雪崩的变化 基本上可以说这个套路 已经研究的非常非常的透彻了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大家看职业棋手的高手啊 比赛 下来下去好像就那几个布局啊 拆来拆去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变化 都已经在日常当中拆完了 没什么新鲜的了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下了 所以这也是MASTER出现了之后 带给我们一些新鲜东西 大家感到非常新奇的 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开拓了思路了 或者是怎么样 这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你每天在这个环境里头 真的是 韩国棋手 日本棋手 所有的棋手 大家都一样 就是拆的大家都是很熟悉了 太熟悉了 像这种东西 MASTER可能呢 他没有概念 他不知道定是什么 但是我们看这个东西都已经 看到已经疲劳了 就大家全都知道 这里面的套路是怎么回事 啊 就这么下 可以说下棋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要研究那么多呢 就是因为对局的使用时少 你想要节省出时间 在更加复杂的其他变化里头用时间 所以套路就大量的产生了 现在就是这样子 呃 这里呢都是一本到的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呢 是什么 当这里呈现这样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打吃 呃 一开始在这个定型的研究时候啊 大家都是打吃的 觉得滚 对方一个大包子 特别舒服 可是现实就是 就是你走完之后 你已经AB2点 A和B 走不到了 你走这个 这边一打 那你刚才这一串都没意义 你走这个的话 这边被一飞 这边也不好 所以后来就是 再经过研究 就觉得这个鞋还是不要去滚包子啊 还是要打这个 对方提你跳一个 这样子呢 反而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下法 走成这样之后 这个MASTER下的也是非常的快速啊 把这个地方呢就拆出来 让你这块鞋没活 成为一个负担 走到这儿 接下来呢 它也没有在这个地方 这一袋呢 总感觉其实还应该在定型啊 它是压完 就把自己补了一个 回防 把自己这块鞋补墙了 这一袋才没有继续下 呃 走成这样了之后 实际上在弹威胁 白旗 应该是弹不上了 所以白旗自己呢 也就脱先了 小尖 黑旗继续压 这个地方黑旗跟白旗交换 应该是黑旗 乐于去交换的 因为它在外面嘛 你总归是在里面 里和外 这个我们讲什么阴面 阳面啊之类的 就是这个面还是 冲着外边的这一方 它愿意压 长的这一方呢 其实只要自己活了 就没有必要长那么多个了 嗯 走到这之后 这个 小小型这样 黑旗呢 应该是自己的目的 达到了 去补一个 中央的争夺 还是很大的 走完之后脱先了 这个地方走一招 特别的大 点定 立 我们看马斯特在这一串当中啊 在这一串双方 一人一手旗的交换当中啊 他首先 把这一袋 抢了一手旗 对吧 他把这个地方给打散了 清分掉 现在又上面又抢了一手旗 可以说他这个 速度很快啊 在 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他已经 捞掉了很多的大厂 那就意味着 他其实目术 现在已经开始领先了 白旗呢 对这块旗 想要威胁一下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用 对这块旗 看上去 看上去好像这个旗 白旗正好是个调子啊 有个象眼可以穿 哎 他从二路溜过 虽然说看起来呢 二路挺惨的 就是 比较 一般来说我们不愿意这么 受委屈的联络 可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 黑旗在外面已经得了很多手旗了 下边抢了一手 上边又抢了一手 在连续抢两手的情况下 现在形成现在这个局面 白旗其实等于是一无所获 这边没有什么价值 你这地方是漏风的 你在这儿唯控 可以说有点木 但是基本没有 这边一跳进去都没什么木 其他地方呢 到处漏风 这脚不是你的 上边 这要有个跳 也不是你的 所以白旗如果在这一代 不能给黑旗什么实质性打击 等于这个旗 其实啊 白旗一无所获 所以这就是 又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 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这旗怎么 他怎么就抢了那么多呢 这个是很奇怪的 但是 这就是证明 他对实地的这个敏锐程度 其实是 我觉得也是未来 这个围旗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大家都会最最把这个 最看重的就是 快速的去抢占大厂 然后定型 很快速的把这个棋局就 就呈现出一个结果 可能跟过去我们的一些理念啊 过去我们对围旗的一些追求的东西 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的进步啊 包括现在master出现 应该会加快这一个速度 就是将来大家在看高水平这些气球下期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两个局部 短兵交接的时候 出现一些比如说效率上的 或者是一些碰撞完之后 就其实定型了 另外一方不会再给对方机会了啊 就开始向master学习了 呃这个 从好的一面来说呢 水平越来越高了 从坏的一方面来说呢 也好像失去了很多可看的这个观赏的 就有失误的时候好像觉得更有意思嘛 更有人情味一点 但是未来一定是大家的水平提的越来越高以后啊 职业高手就会很难犯错 都像这个AI看齐了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呃 现在大家知道这个AI它其实没有情绪 它很多时候可以忍耐 然后用算法来获胜 其实有些时候人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之前我们没有特别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去练 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也许很快这个 哪一个起手横空出世之后 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会特别特别的厉害 呃这个可能我说的有点早 但是未来一定是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都会跟更高的更好的这个水平去学习嘛 打吃 形成这样子之后 呃接下来轮到黑棋了 黑棋现在要谨慎 因为白棋把这里封住 它的目的就是要瞄着你这一带 如果你这一带还敢继续脱鲜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实际上呢它是先跳了一个啊 寻了一个木鼠 木鼠便宜 在一间 当然这个黑棋下的也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效率高 它这棋都是 我们看几手棋啊 就把这个地方就给全圈围住了 呃一二三四五个子 就已经那个地方 它就算作是它的了全部 搬了一下 它这就算是它已经很安定的局面了 这个地方呢 差不多也就当三个子 交换了一下 它也把这个地方当成是安定 那我们都都看白棋 哪里有这么高效率的地方 没有 这就是一个子孝的出入 当你这种子孝 你追不上对方的时候 那你肯定木就不够了 你肯定只有其他地方就要出问题了 现在黑就是吧 这个走完了之后 它竟然还可以脱鲜 局部啊 它还可以不硬了 在这个地方 实战 它把这个地方粘住 走得很厚 小尖啊 这个简直是 叫什么 抢了一票又一票 走完这个还是鲜手 你还得卖一个 这黑器抢的实控实在是太多了 把这靠 但是这都已经可以说 与世无补了 好 接下来 其实白棋 就是被黑棋都活了之后 白棋自己也失去了目标 没有什么地方好下 点了一下 然后白棋现在去围中央的空 围空 好 白棋呢执着的在中央围空 当然很显然 这个棋围空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紫的效率 嗯 其实紫的效率能说明一些问题 不一定能说明全部问题 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紫效的分析 来得出现在局势谁好的这个判断 所以现在黑棋 其实面对白棋这么缓 这黑棋可能都已经 呃 真的是笑嘻嘻的了 这 现在白棋这一靠长 只是在这一带围上 这还没叉子呢 这都没沫 呃 这个 还是比较缓的 这个下发 黑棋的跳 这个也很大 再去点 吃 这个看似呢 应该是一个先手 但是没想到 黑棋已经本着 就是我这个地方不要沫 我只想两眼做活就可以 所以它其实已经活了 它也不硬 继续走 你加一个 它连粘都不粘 它就直接一活 活了 你如果拐这个的话 它再粘 顶住先手 就可以做两眼 你走别的 它已经眼破不了 就已经活了 哎呀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已经很困难了 白棋自身还没活呢 我们看这个背衣威胁 脱 真的是这将来如果被一旦监住的时候 白棋还得为自己的这个眼型去着想 这都是 下了半天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效率低 所导致的 你什么地方 其实都追不回来你的效率了 黑棋即使中间这个子不要 白棋这棋啊 也不够了 葱 这还先手 必须得硬 所以即使这样下呢 这棋也就不行了 那么没走几步啊 这棋也就结束了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